真的不知道是故意还是巧合 最近打开报纸经常看到两个字 习惯香港是一个习警问题非常严重的城市 当然最有名的就是Aminah女士 掌挂警员一巴掌之后获得法庭轻判 令整个城市闹哄哄、轻合合 之后一个关注性工作者的组织叫子藤 也站出来说 说警方在放射行动中常常会冤枉性工作者 之后有一宗新闻 原来2007年保护皇后码头游行事件当中 有两名人士被控习警 事件原来还有余波 因为最近律政司决定要根据雇傭赔偿条例 向他们收取赔偿 先讲讲Aminah事件 Aminah事件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法律教育 对于我们香港市民来说 他发映出原来在整个执法过程当中 警察或者律政司有很大的执法空间 就是说他究竟选择一个怎样的条例来检控你 就像Aminah那样 习警 习警原来有两种不同的条例可以选择的 一种叫做警队条例 另一种叫做侵害人身罪条例 原来如果他用这条条例检控你 你最高的监禁只是6个月而已 但如果用人心害人身罪条例 你最高的监禁是可以两年的 今次警方 有一个叫做廖建明先生 就是督察 在一个电视节目当中解释 为什么警方今次选择警队条例 就是较轻的罪呢? 去检控Aminah 他就说因为他们衡量过整个案情 最多他估计判监也不会超过6个月 所以这条条例就够用了 但是其他的嘉宾就问他一个问题 为什么 当涉及到游行示威呢? 警方就要选择用侵害人身罪条例 一个较重的条例呢? 那廖建明就披露了一个情况 就是因为逢亲涉及游行示威 涉及了一个敏感的事件 他们就将整个事情交给律政司处理 所以是由律政司那边 就是黄仁龙 决定用什么条例去检控的 他们都承认了 其实警方有权处理一些较少型的案件的检控 整个过程警方是可以处理的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显示出了 他们就放了放手 就由律政司去处理 那么律政司已经很明显 就选择一个较重的条例 去检控游行示威者 这个就不言而喻了 就希望产生一种叫警嚇的效果 但是这个警嚇的效果还不止不止 刚才所说的 2007年这个皇后码头 保护皇后码头游行示威当中 律政司又再次出招了 就叫做要追收有关的赔偿 根据就叫僱傭赔偿条例 当然了 律政司做得的事情一定是符合法例 所以这件事情不需要说 但是 于法虽然有合 但是于理就未必合了 为什么呢? 大家都很明白 从事警员是一个相对其他工种来说 是一个较为危险的工作 涉及人身安全 这件事情大家都明白了 而作为他的雇主 应该是他的责任如何保障员工的安全 这件事情绝对不应该把责任推给市民 事实上游行示威的过程当中 人生的碰撞是小不免的 这件事情 如果政府要将有关的赔偿责任 都下压给市民身上 其实也只不过是透过一些权力 他有的权力 一些法律的权力 是希望产生过的阻吓效果 好了 这件事情已经在在显示了一件事情 在整个权力的天平里面 是非常不平等的 政府无论是一个什么社会 比如像香港那样的社会 虽然我们没有民主政制 但是大家都会相信 政府会依法办事 即使如此 一个这样的社会 我们仍然体认到一个权力的失衡 就是政府永远所用的权力 是非常大的 至于律政司为什么会在处理游行示威当中 会选择一个这么严格的方法呢? 当然这个涉及到我们整个社会文化 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文化 可能对于一些游行示威当中的冲突 很多市民仍然觉得不希望看到 仍然觉得你们出来游行示威 冲击警方防线 你应该预认了吃得咸鱼抵得祸 被人拘捕 坐牢 你应该预认了 这个意识形态 事实上是存在在我们香港社会当中 但是从今次集警的事件当中 你已经看得出 整个权力的天平是非常不平衡的 你可能以为就是说 你们涉及游行示威者而已 我不游行示威 不关我事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权力的天平 其实今次 无论在任何事件当中 都在政府的方面都依捂了 它可以用同等的权力 来去检控小市民任何的一件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再一次 当然这个结论大家就说 知道了 老徐经常都这么说 民主政制是多么重要 但是在未有民主政制的情况之下 大家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也是非常重要的 究竟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当中 为什么我们香港社会 会经常被人控告杂警呢? 仿佛香港是一个杂警非常严重的城市呢? 究竟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还是政府的执法过程当中 是有时小题大做呢? 如果大家不认同这种大政府 就是整个权力的天平失衡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一定要追究到底 要查问 究竟为什么游行示威者会获得这样的对待呢?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